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好时 今天应大家所求来讲人类清除计划 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国定杀戮日 2022年美国再一次刷新了历史最低犯罪率 暴力事件几乎已从这个国家消失 因为美国从几年前开始施行了一项新政策 那就是每年都会有一天国家批准的杀戮日 在这一天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 你可以随便抢劫随便强奸随便杀人 而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在这一天人们集中发现恶性以保障平日里犯罪率降低 那既然国家都允许杀人了 有些不想杀人也不愿被杀的人就得给自己家装上防护系统 而男主角就是一个卖家庭防护系统的销售总监 这些年有大量的人需要这种产品 所以男主角就变得越来越有钱 今天晚上又到了国定杀戮日 男主角早早下班回家与妻子和大女儿以及小儿子团聚 大女儿正值风华少年情斗初开 他的男朋友正在他的闺房里跟他护肯 但是马上就到杀戮时间了 小伙子也得赶紧回家 然后俩人就依依不舍的道别 小伙子翻窗走人 晚饭过后一看时间快到7点了 一家人就到监控室开启防护系统 所有门窗都降下了厚厚的钢板 青春期的孩子是无法跟家庭合群的 那大女儿就不想跟大家待在一起 所以先行回房 没想到他的男朋友竟然突然出现在他的闺房里 原来小伙子那会儿没走 只是悄悄的躲了起来 大女儿问你怎么还在我家 小伙子说你爸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 这次我要跟你爸好好聊聊 外面这么危险 他总不能这个时候把我给撵出去吧 而此时小儿子透过监控 看到外面有个黑人鼠鼠正在呼救 善良的小儿子动了恻隐之心 就打开防护钢板 把黑人鼠鼠放进了屋 但是我想问一下 这个小儿子是怎么知道家里的防护系统的密码的 大人通常连银行卡密码都不会跟孩子说 又怎么可能会把这种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密码 告诉小孩呢 现在家里进了个闲杂人士 男主角和老婆紧张极了 可就在这时 大女儿的男朋友叫了一声男主角 男主角刚一转身 只见对方举枪便向自己射击 好家伙 原来他要跟男主角进行一场男人之间的对话 就是用枪来说话呀 不过这个小伙子估计可能是学画画的 对着男主角进行了一场人体描边式的射击 愣没打着 而男主角迅速反击 倒是击中了小伙子 大女儿赶紧把他脱离战场 此时黑人叔叔也不见踪影 男主角当时差点被这俩熊孩子给气死 女儿是找了个包藏祸心的男朋友 儿子是在可以随便杀人的节日 放弃家里了一个陌生人 但是男主角这会儿也没空责怪俩孩子 先把母子二人送进一间屋子安顿好 然后出门去找女儿 哎 你说家里太大有啥好 像我这鸽子窝的家里 就不可能会藏下人了嘛 男主角去到女儿的房间 发现小伙子已倒地身亡 但是女儿不见踪影 那女儿跑哪了呢 下楼跟母子相遇了 哎 你家几个楼梯啊 就算是座豪宅 应该通常只有一个楼梯吧 那男主角上楼大女儿下楼 我想请问一下 这俩人是怎么做到 互相都没看到对方的呢 关键是大女儿跟老妈相遇了 就安生待在一起呗 可是大女儿说了声抱歉 就自己跑了 这又是为啥啊 要知道家里还有位不速之客呢 姑奶奶 你有什么天大的事 非得这个时候跟家人分开呢 这时候小儿子叫老妈过来看监控 接下来我们把这俩孩子的老妈 简称为女主角 男主角下楼再次跟女主角 以及大儿子碰面 透过监控看到一群戴面具的男男女女 把他们家给包围了 领头的变态男摘下面具 对摄像头说 我知道你们家藏了个人 那家伙我要定了 你要么把他交出来 要么我们冲进你们家 杀个鸡犬不留 你自己掂量吧 女主角紧张的问男主角我们家有防护钢板 他们应该进不来吧 男主角说 不一定 这种防护钢板只能应对普通情况 但应对不了极端情况 那啥是普通情况 啥是极端情况 这就像是你给你的自行车上了一把好锁 大多数情况下 小偷看见这种牛叉锁 就直接放弃了不偷你的车了 这就是普通情况 但是如果小偷就是铁了心 克服困难 不怕麻烦 非要偷你的车 那再牛叉的锁也没用 这就是极端情况 变态男说完就把男主角家的电闸给关了 防御系统有备用电池 但是家里生活用电没有 整个房子漆黑一片 身手不见五指 但是变态男 你既然想让男主角交出黑人叔叔 你不创造便利条件也就算了 魏毛还要把灯给熄了 你这不是故意给自己添堵吗 男主角为保护家人 只好摸黑去找黑人叔叔 这本来黑灯瞎火的 找一个人就够费劲了 而小儿子又给家长们添乱 他利用遥控汽车 把黑人叔叔带到了 自己平日里的藏身地 然后大女儿也想躲进弟弟的藏身地 然后他就被黑人叔叔俘虏了 男主角找到黑人叔叔 双方正僵持不下的 恰巧女主角突然从黑人叔叔背后出现 夫妻两口合力制服了黑人叔叔 然后他们在绑黑人叔叔的时候 由于对方不配合 所以女主角就当着小儿子的面 捅了黑人叔叔两刀 小儿子觉得父母太过残忍就跑走了 女主角赶紧去追 这个时候男主角也不知道脑袋是不是抽筋了 突然大意凛然起来 决定不交出黑人叔叔了 要一家人共同战斗对抗外面那群变态 为了一个陌生人而拿全家人的生命去冒险 男主角真是菩萨心肠啊 这时外面来了两辆车 变态们又锁链绑到车上 然后把防护钢板给拽开了 等等 互相亲吻一瞎 你们这个锁链一头固定在车上 另外一头是怎么固定到钢板上的呢 难道这个防护钢板外面还有俩铁环让你们勾着吗 这不符合我对世界的认知啊 好吧不管了总之坏蛋们就进屋了 男主角特别生猛能拿了一把单发喷子与敌人较量 我就想说咱敢不敢别这么装逼啊 在屋里头枪战那肯定是微型触风枪最实用啊 如果没有你也可以拿把灵活轻便的手枪 或者机动性强的自动步枪都OK啊 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心情敢用单喷啊 然后男主角在干掉数人之后被变态男一刀刺中要害 紧接着女主角也被变态制服 眼看也要被一刀送走了 这时候邻居们及时赶到 一群大爷大妈沉着冷静的干掉了这群半职业杀手 为什么是半职业呢 因为他们的表现实在是太小白了 在外面可以随便杀人的时候 他们竟敢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 大张旗鼓的去供人家的房子 隔线人中早都被那些喜欢蹲点的音逼们 拘得连招都不剩了 女主人连连感谢这群好心的邻居们 没想到邻居大妈说别着急戏 我们并不是要帮你们 而是我们想杀你们不想让别人代劳 因为你们有钱人赚的都是我们平民老百姓的钱 说完这家人就被邻居们给绑了起来 当邻居们准备拿刀砍死女主角及俩孩子的时候 黑人鼠鼠突然出现 拿枪挟持了邻居老大妈 然后这帮大爷大妈就被轻易制服了 女主角心地善良也没想杀他们 最终大家坐到桌前 等待早上七点禁止杀戮的时间到来 OK定音至此结束 不知道为什么美国民众总会认为是富人赚了他们的钱 难道大家一起贫穷 谁也不赚谁的钱才是好事吗 在我看来富人虽然是赚了平民的钱 但同时也填补了市场空缺为平民提供了便利啊 你没有看市场的眼光 你没有填空缺的能力也就算了 如果你还只会仇视人家 那只能说明你的思维是一个弱者逻辑 大坏蛋 大坏蛋竟然还没有关注好事的微信公众号 人家超想哭的 我要拿小拳拳捶你胸口 不想被记刀片的话就赶紧照我说的去做 首先点击微信上面的搜索框 然后点击公众号 在搜索框中输入好事解说的拼音 最后点击关注就好了 啊 啊 啊